好,大家還有精神嗎?有點很想睡午覺 對,我剛剛也快睡到,不要開玩笑 OKOK,好,那我就來開始今天這場session 我是Moss,那目前是在Chair Michael 跟Step Data Engineer 那主要負責就是像是Bidata的一些 Infrastructure Architecture 然後一些分三四個架構 那以及一些流streaming的 pipeline 那也有部分去琢磨到像是 Machine Learning的一些應用 那但我們宣布也用比較focus在NLP 所以最近也有在做一些 等一下我們在下一part的 然後就跟Ruggy Model也有做一些策略這樣 對,那這是我今年算是第一次 他錄到SideWalk這個社群 對,所以希望大家也可以請多指教 然後給我一些指教跟建議這樣 對,那我們今天要講的主題是 Data Lakehouse Architecture Evolution and Features 那Data Lakehouse它其實是起源於在2020年 有差不多三年前的時間 社名是在開始慢慢的發展起來的 那它到底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以及它帶來的影響又是什麼 就會在今天這場session 來去做一個講解 那同時也會和前一個講者 熟悉的一些東西 來去做一個整合 這樣,好 那我們今天要講的內容 其實就有這五個part 第一個就是我們會先了解一下 Data跟Data Storage 那以及何謂Data House 它到底實際上它帶來的重點 優位是什麼 那再來是會簡單地帶一下 到底現在這個House 代表性的服務有哪些 那第十個這邊 我準備一個很簡單的 簡單的Code Demo 那以及我在過往 我把它應用到我們真實的 Use Case當中 然後去真實 把它變成一個Production的一個Infa 那最後我們來講一下 就是它實際上的Summary跟Future這樣 好,那一開始我們先來講一下Data跟Data Storage 那在這邊有沒有 我想要先問一下 對於Data的格式 大家有沒有把它分類成幾種 有沒有大家有辦法把它分類成 用哪幾種Data的格式 常見的Data的文件 Structural 還有呢 Unstructural 有Structural定義 Unstructural嘛 對不對 那有Structural就是Unstructural 可能一定會有第三種 就介在中間的 就不難不擬 Same is Structural 對 所以我們今天呢 我們要先從了解 資料本質來開始來介紹 我們現在知道 Legger House到底要解決問題是什麼 Structural Data 就是我們很常見的 就是所謂的Raw-based Data 它必須要很明確地定義 所謂的資料的欄位 資料的類別 那以及它的Schema 那它的處理方式 特別要常見 比如像是CSV 對,我們常見那種Ecell Table 那種就是所謂的Structural Data 我們必須要很明確地 清楚定義到每個欄位的類別 那名稱是什麼 那Same is Structural 它會變成是說 我個人的Schema 可能比較沒有那麼的要求 我可能會是屬於 比較動態性的伸縮 對,像是JSON 或者是XMAN 我的Schema 可能這一筆Rake 可能是有五個Key 那我可能下一筆Rake 進來可能是有六個Key 或者是四個Key 這種狀況的發生 那Arm Structural 它變成是會是一個Object 就是常見像是Image Audio Video 這三種類型 對,所以我們在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先把這樣的資料 把它拆分成為三種類別 那基於這三種類別 我們一定會有個別 要處理的儲存個格式 要比如說要用DB RDB NoSQL 或者是用Data Warehouse 或是Data Lack 等等的 所以我們在對應到這些格式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把Data Storage 分為這幾個 常見的就是Database 那DataBase就有分所謂的 Newation Database 就是MySQL MarioDB PostgreSQL 等等這些 這些都是屬於所謂的RAWBASE 一個資料儲存格式 那它比較多 儲存所謂的Structural Data 那什麼叫RAWBASE呢 就是想像是當你下一個Select 或者是下一個會 或是做Google牌的時候 它一個掃描方式 它是一個弱一個弱方式去掃的 即便你加個EDAS 它還是一個弱一個弱下去掃 所以它可能 要整個掃完整個Table 它才會找到你想要的資料出來 再去做分析 所以你可以想像是 在這種狀況下 當我這要量越來越大的時候 我要做很大歷史 大量的歷史查詢的時候 其實RAWBASE的Compute Power 是會非常非常的不夠的 所以我們可能會用到 所謂Data Warehouse 另外一種DataBase 另外一種DataBase 就是所謂No SQL 就是常見的KeyValue Jurie就是Reduce Time Series 就是我是以時間力度 我是用時間力度的方式去做儲存 然後我可能是存到Hour Minute Second 或者是Minute Second 那我的Y軸一定都會是時間軸 那S軸才會是我的真實的那個數值 對 像TiSeries最著名的就是像Apache 的Jurie 或是Inflowers DB 那Column Fair 也就是我會有 確定的Partition Key 做我的Column Key 那我在做資料分散室的時候 我會根據這樣的Partition Key 把資料分散到 對應的Node的身上 所以我建議設有三個Node 那可能某一些Partition的組合 會在存在A的Node上 那有些Partition的組合 會存在B的Node上 來去做到我的HA 跟我的Consistent Hatch 那常見的像是 Cassandra DB 或者是C的DB 那Document的話就會存在像是 Json的格式 那最著名就是Mango 那Gref的話 可能就像是 會存在像是 我們要做社群網路的分析 Social Network 或者是電話網路的那一種 Network 或者是所謂的 Knowledge Base 對 所以常見可能像NEO4J 或者是DGref 這樣的Dtabase 那這些東西呢 其實我們要做 所謂的大歷史的資料分析 其實還是要把它拉出來 去做一個一層的資料轉換 轉換到我們DHL House 對 那第二位號碟就是所謂 它是所謂Column Base 跟我們剛才前面提到 Raw Base不一樣 Column Base 它變成是說 它在儲存的時候 它會根據這個Column裡面的資料 先去做萃取 然後變成01的方式 去做一個Front 那當我今天講 今天假設用Ware的時候 它會是用01的方式 去做Bwise 然後只把有一個那個 一個那個資料再抓出來 所以它不是全掃的方式 它是用Bwise的Column Base 去做一個處理的 所以它在對於大量的歷史資料分析的時候 其實它是有一定的效能跟幫助的 那再來是說 它還有本身就做所謂Cache機制 所以在對於第二次處理的時候 其實它會加速它處理的速度這樣 那它常見的像是Cache House AWS Redshift 或者是Selfbake 但是呢 Data Warehouse 它畢竟還是只能出於所謂的Structural Data 因為它還是要定義明確的table 就是五個欄位名稱 欄位類型等等的 但是隨著我們這一兩年 或是這幾年發展 其實很多像是Image的應用 或者是Audio應用 或者是Video應用 很多AI Go 是建議在這邊去做處理的 所以這些Data Warehouse 其實都不適合去做儲存的 所以後來在2010年的時候 尤其是分散式架構 Hadoop開始申請的時候 就提到我們用Lake House 所以它Lake的方式去做儲存 像是HDFS S3 GCS Agile Blubber 或是Data Warehouse 主要去儲存像是 Image Audio 這些object的方式這樣 那隨之呢 其實我們後來在2020年 就提出一個叫Lake House的東西 那最著名的三大龍頭 就是Data Warehouse Data Lake 那Apache的 Iceberg 跟Apache的 Hoodie 那你可以想像成 它就是把Data Warehouse 加上Data Lake 這兩個優勢起來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樣的方式 把它變成這張圖 Data Warehouse 你可以想像成 我們還是底層 處理的是所謂的Structural Data 那我們應該會經過所謂的ETL 就是說我們會需要 而外的Supportive的程式 比如說你是用Spark 或者是用Drink 或者是 假設你是輕量化 可能用Panda 或者是Modin 的方式去做ETL設計 那設計完一個Data Preparation 之後 經過Data Quarty 像我們剛才前面 初期提到的G1 那處理完之後 進到我們Data Warehouse 再由這Data Warehouse 再往上去拉所有的BI 然後去做Report Dashboard 或者去做Analysis 那Data Lake就變成是說 我一樣可以多的幫你儲存 Semi-Structural 跟Unstructural Data 但是呢 對於我Structural Data 我還是要有一層一貼 有個方式去存到Data Warehouse 所以我今天假設 要多Data Science的時候 其實我在撈取資料 可能會一下子 要撈Data Warehouse 一下子又撈Data Lake 所以變成是說 我在Maintain上的管理 可能會多一套這個部分 那Lake House呢 就是要解決這問題 就是說我們能不能提供 一個很Unified的Storage 我全部都用Data Lake去做儲存 那我Data Lake這樣的格式 在這個Storage上面呢 我提供一個特殊的格式 讓它可以做 所謂Structural的處理 那我可以在上面 直接去做 所謂Data Warehouse 可以做的事情 比如說HIT 或者是Column Base Reordering 這些快速的分析的應用 對 那在2020年之後 就開始這個名字 被提出來 所以像剛才提到 那三個龍頭 就也會被 被提出來這樣 對 好 那我們來講一下 那我們剛才已經了解到 整個Data Warehouse的一個架構原理了 那其實它 我們在快速裡 可以不可以帶來的東西是什麼 它其實主要有幾個重點 我們最主要核心就是 要去Unified我們Storage 那也就是說 我們其實就不用在 額外綿天 額外綿天像是 Data Warehouse的那一種 額外的Disk Coaster 我們同一方法 FileStorage的方式去做 處理 那以File方面的方式去做 分析跟一個資料儲存 再來是它變成一個單一簡單的Data Model 因為我就只有Data Lake做底層 這樣 那再來是它 去支援的所謂HID 那這HID變成是說 它可以去確保它的 Transition 或者是它的一致性 以及它的完整性 那再來是說 它對於大流量的MVCC 就是大流量的Concursion 它也可以自動去判斷說 到底誰先誰後 來去確保我們的資料順序性 那Lakehouse除了提供資料的儲存到Data Lake以外 它還做什麼事情 你會發現 等一下我們會看到一些範例 它其實會有一個屬於Meta Data Log 那Meta Data Log就會記錄說 OK它這是資料進來 它是屬於來自哪一個table 那甚至我們可以自定 它是哪一個user 哪個bu 那以及它是大一個版本 那以及它是從哪一個schema 做哪些轉換 所以我們可以用這些Data Log去做Data Garm 就是去管理說 現在我們的Data 它是從哪邊來 它要從哪邊去 它格式跟schema 它做什麼改變 它在第一版的時候有什麼 它在第二版的時候又有什麼 對 那再來是我們可以把這樣的Data 去做所謂Data Sharing 去做所謂資料追蹤 對 那再來就是說 因為它有所有的資料版本的快速切換 無論是schema evolution 或者是partition evolution 我們可以根據我們的商業需求 比如說 我可能原本是有三個欄位 但是我可能現在多了一些應用 我想要擴展我的市場 我可能多了一些 就要在另外三個欄位 來去增加我的資料的豐富性 我來去做分析 那它可以快速的去應變 這樣的一個business 然後去做一個schema的變換 但是你原本的schema的裡面 你原本的那些 就schema的Data 去不需要再重新apply 不用 它會幫你做apply 因為它有schema evolution 它可以幫你去做資料上的切換 對 來去應應一個 新的業務上的疊代 對 所以Lakehouse它有這些優勢 好 那這些優勢 它常常代表的三個服務 就是剛才前面有提到的 就是有iPodC 的isberg 那就是它是從 Landvist提出來的 那以及Hoodie Uber提出來的 那以及 DeltaLack 就是Deltavist提出來的 對 那我自己本身今天是 比較多是在DeltaLack 然後再來是isberg 那Hoodie我是還沒有捧過 但是原則上 它們代表的概念 我們可以抽象化一層 其實都是大同小異的 我們可以發現其實它們 絕大部分 絕大部分的特點就是 它們有所謂HID的存接性 再來是它們有支援所謂的 DataVersion 也就是所謂Time Travel 什麼叫Time Travel 就是說我現在 今天假設我現在 有個machine可以應用好了 那我發現 我在這一版的資料格式 可能處理效果 Performance沒那麼好 我可能要切回到前一版 或是前前一版的資料格式 schema跟資料的時候 其實它可以支援 用Time Travel方式 直接切聞到以前的資料 對 那你就可以去判斷說 現在哪個資料 哪個DataVersion 底下圈出來的Model 以及用出來的Performance 它的Position Ricore F1 或是MASA 可以去做個評估 這樣 然後再來是 它可以支援所有的Schema Evolution 對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資料的切換 再來是它可以支援 所謂的near-leal-time streaming跟batch near-leal-time streaming就會想像成 我們常見的像是Flink 或者是現在Spark Structural Streaming 它可以建立到minisecond 就是資料進來 它就處理 或者是event treatment的方式去處理 這樣 或者是我們可能有batch 比如說我是hourly 或者是daily的方式 我們來定期去更新我的資料table 它會不會支援這樣 好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先 以Delta Lake的這個服務 來做一個介紹 那其實我們可以這邊看到其實說 右上角這個 我們的資料 Delta Lake 它儲存到我們的file storage 它其實會有兩個格式 一個就是Pack 一個就是上面的Transition Log 這個Transition Log 裡面就會記載著就是說 裡面到底它是來自於哪個Data 那它這次的Schema 是怎麼樣 那版本又會是什麼 那User有沒有 它自己定義的MetaData 幫助我們去做追蹤 那下面這個藍色就是 Partition territory data file 就是真實要存到資料 它是以Packet的方式做儲存 那Packet的方式 Packet的格式 你可以想像一下 它就是以Column Base方式去做儲存 然後它也可以去做進一步壓縮 那這個Date代表就是Partition 對 所以你可以想像成 今天假設我們的Date是 2019-0101跟2019-0102 那我們在這一層 我們建議在Deck house上面去做 career 比如說我在匯羽 Date等于0102的时候 它其实只会找0102底下的pocket 把资料拉出来 01001跟其他partition的资料 它就不会拉出来 那借由这个方式 我们就可以快速定位到 然后也可以扫掉不必要的 那个scan量这样 对 那再来是说我们刚才有提到 就是它有支援属于的MVCC 就是ACID 然后可以大量的concurrency做control 那它其实本身会去控制 就是说今天假设 User1跟User2 同时要写入资料的时候 它在更新它的metadata的时候 它会去根据现在的version的control 去控制说 到底是User1先还是User2先 也只有给整台村的方案 它会先让User1先进来 User1进来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User1 它对应的schema的版本 或者是它Data的转换的版本 然后再让User2再接下去 往后去做 那一旦有问题了 它就会去跳一个ecession去做 去通知 然后当然我们在真实的 真实的程式上面 那一定会去做一个handle的处理 对 好 那这边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那chancelling的logan里面 它真实的metadata的资料 可以发现它有DataChange 那它修正的时间 那它是哪个pass 那以及它这是写入进来的size 跟一些统计量 这个统计量就是一些matrix 比如说它有几个 它写进来的几笔类克 那它写进来的file 有多少的等等的这些资讯 然后它有些matrix啊 这些这边都在这里 或者是我们可以制定好一些user data 在这边 那我们去追踪说 它是从哪个data 哪个table去做一个translate过来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 可能是iceberg它这边比较多 有这partition evolution 因为partition evolution 这件事情是 如果大家有记得 如果大家熟悉partition的话 比如说我们一开始的partition 是设定到日期 你左边这个例子 它是11月01 12月01 就是到日期这个level 但是可能随着我们的业务的扩展 或者是我们的实际的场景需求而不同 我们可以发现 这个data里面它要少资料干太大了 我还是要再往下切割一层 所以切割一层 它就会往下再切割一层 所以就变成是说 它可以支援中间的资料累积的时候 它是可以让你把partition去做变换的 但是你对于一个bi 或者是对于一个report的query 有没有影响 有没有影响 因为它底层帮你做一个 兼容性的处理掉 这样 对这是partition evolution 那可以让你去做一个加速的一个效果 好 那我们了解完了这个house 那实际上它到底要怎么 在真实的资料工程里面 怎么去做应用呢 常见的资料工程的架构 不外乎会有分为下面这两种 一个叫做kapa kapa也就是说 我们就是只专注在所有realtime的layer 就是我们就只有串流资料 就是有资料进来我就处理了啦 无论是一秒钟 mini second 或者是ement trigger 有资料进来我就处理了 对那处理到我storage 那我该根据我后面的app application 可能是我要及时性的分析 比如说用卡夫卡的stream layer 或者是用一些其他的方式 去及时性的拉资料出来 或者是我可能要定期 一个batch layer的方式 去把资料拉出来 去做batch blog展现 或者去做一个处理这样 这是kapa 那kapa有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今天假设这个stream断掉了 资料室就断掉了 对资料室有机会loss的哦 资料室有机会loss 变成说你要外有一个process 叫做replay 你要把重建资料再replay回来 batch的方式replay回来 才能去把资料的完整性 所以后来有个题叫lambda lambda就是说我能不能去 兼容我的streaming跟batch 我同时每天两套 我样上面的dual type data 我是用卡夫卡 或者是用fring的方式 去做stream的处理 但是我下面可能有个batch 比如说我定期一个小时更新 然后去更新到 最近的一小时资料 来确保我的资料 其实是如果假设我streaming 过程中有问题了 那我下面还有batch layer 可以帮我去做replay跟回补 来去确保我们后面的application query 它是可以持续被运用到的 然后也是确保拿到最新的资料 来做分析跟处理 但是这有什么问题 afer太大 maintain 我要maintainfring 我要maintain卡夫卡 我要maintainspark 不同的lay我要maintain一套 太大太麻烦了 所以后来呢 delta lake它提出了新的格式 delta architecture 我全部都只用spark 或者是我全部只用fring 那我全部手里就用delta lake方式去做处理 所以对我来说 我个streaming的方式 我可以统一用一套application 那我所有的储存方式就是用lack house 就是delta lake方式去做储存 那我一样在上面可以去兜建我的realtime query 或者是maint query 或者是batch query 这样 所以基于这样的delta lake的架构 其实我们可以再看到 其实这一两年其实有发现到 就是大多数会把这样的lack house的architecture 分为三种architecture 重点是bronce silver跟golden 那bronce结果来说就是我们就是所有的data 就是资料进来了 我们就先放进来 资料进来我们就先放进来 那再来就是中间的话 我们会从bronce先经过 bronce到silver会去做所有的filter creating跟argumenting 就是说资料清洗 schema的验证 跟data quality的部分 那这边的话到silver这层 可能都还是属于工程逻辑 什么叫做工程 就是单纯才验证的资料框 但实际上我们要给业务 或者是给data science 或者是给businessNS 他们要有些是属于golden区 就是所谓业务逻辑 对可能他们要的资料 可能不需要n个栏位 他们可能需要事先做好 group by aggregation这些东西 然后在成绩杂报表上去做分析这样 对所以golden区或是属于business level aggregation 对然后后面再去做 所有的streaming analytics跟AI report 那这个架构有什么好处 我把我资料做分割 我同时也把我的permission做切割 所以就是说BI只会碰到golden区 它碰不到silver区跟bounce区 那相关其他bu的data人员 它只会碰到silver区 那真正碰到bounce 就是核心的go data 只会有送go data的相关的人员 所以我们在security跟permission上 其实都可以做一个完全的骨度 跟管理这样 好那再的话就是我们已经介绍到整个一个架构 那我们就来快速的demo一下 这边实际上它的长相会怎么样好了 那这边的话我们是用spark加delta lake 对不需要给大家看不看得到 好稍微放大一下 好那我们一开始一样就是会先执行spark 然后去把相关spark station给执行起来 对那这边有个rodata 那lokata的schema就很单纯就是说 我就是拉cargo的某一个资料 来去做一个范例 对那它其实就是去看说 诶那到底cosewa它这些课程啊 它是跟哪些partner合作的 那cose name名称 那它的排名 那看有多少个浏览人处 然后以及它的level是多少 然后一些type 然后以及它围期了多久的时间 对那是不是有被验证的 对然后我们就很单纯 我们就把它视为一个rodata 然后我们把data先写到bronce区 对 OK好那我们想到bronce区之后 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在左上角 这边有看到个bronce table 那我这边的话其实你会发现 我们在spark这边在写到delta格式的时候 就是delta格式我们其实是先根据partner 先去做partition的 对然后去写到这个path 对那我们这边来看一下 然后我们去tree它bronce 你会发现它就是根据我们的partition进来 那这边的话就是delta它格式 就是它所谓用pocket的方式去做 然后我们往上拉 你会发现 这里有没有叫做delta lock 这个就是所谓的metadata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就是我们可以去算数说 它这是写入进来的一些matrix 那其它是从哪个table进来的 那我们可以用delta的方式去把这个资料给读取出来 这里 那这边的话就可以看到一些 它的append的方式 它的mode partner 那它写的方式是write 那numfiles 或是它当时的version 这样 对 好那我们现在有rodata到bronce去了 那我想要先做一个很简单的清理 我想要从bronce去这边拉出来 那我们去做一个简单的清理 这边做了什么清理 就是我们 因为reviewcon里面可能有些有nord字 根据原始的资料 有些nord字 然后我们要再把 因为reviewcon它是16.4K嘛 我们要把它真的转成一个数字 而不是string的格式 对 然后还要把label的nord给排除掉 所以我们先做一个这样的处理 用picebuckudf方式去做 好 它整个清理完之后呢 我们今天假设它就是 清理完要放到silver区的资料 OK 然后我们就把它一样放到silver区 好 那在silver区我们partition 就会根据partner跟label 我们就多一层partition by 用一个partition去做一个分层的处理 这样 然后它写完之后 其实我们可以读这个silver区 那个transition log 一样是可以读的 对 那它读出来就会是silver区 它的相关资讯 partner啦 label等等这些东西 好 那实际上 业务要看到的是这个东西吗 业务想要看到的是这个东西吗 就是真实的清理过资料吗 不是 业务想要看到就是说 诶 你能不能跟我说到底每个小时 看个review看 或者是每一天的review看 我想要看真实计算后的数字 那我就很单纯的 那我就很单纯的吸过query select出来就好了 对 那这个就是的话回到我们要用做golden区的目的 所以我们要再从silver区把资料拉出来 那我们先做一个很单纯的根据把 去做很单纯的一个golden区去把各个review count的 review count的average算出来 好 这个就所谓商业逻辑 对 这是商业逻辑的资料 那我们就把这个商业逻辑再存到golden区 那对于业务来说 它就只要拉golden区的资料出来 那你可能会想 诶 那这样他们是不是就要学这种拍spark的call啊 是不是感觉好像有点难 对 不用 因为spark的call它本身也提供所谓c-core engine 所以我们可以在上面也非常可以搭载所谓c-core engine 所以对他们来说 一样是可以写c-core去捞的 对 那只是因为真实当中 我们在中间的核心处理 还是会以这种正常的分散式处理去做设计这样 好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golden这边 对 所以golden可以发现它其实 它golden的mega data去做了一个这样的转换 好 那这边来展示一下time travel 好 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现在silver silver区这边跟version是0 对不对 因为我们刚才只有写一个版本 对不对 这个版本 好 今天我们先把silver区拉出来 我们先把over区拉出来 你会发现这边 我们在delta lake格式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去指定 我们要去拉哪一个版本 对 你就会想象成可能今天假设 资料一直进来 突然有多个skin吗 或者是转位不一样了 那或者是它出的逻辑不一样了 那我们要从新的 旧的版本拉出来做新的版本 那我们可以先指定版本拉出来 我们把它指定为它是v1 那根据我们业务需求 我们可能要重新做v2版本 那我们再做一个新的aggregation 比如说我再重新做一个新的filter 然后我还多了一个栏位 多个contact label 那比如把partner的label 这两个栏位去做contact 这样 好 所以发现它相较于v1它多了这栏位嘛 那而且它里面的一些 40个情谊也不一样了 好 所以你会发现v1的contact v1的比数可能是120 v2的比数可能是45 这样 好 我们把这个版本再写进去 写进去之后呢 跑一下 然后这边我会发现 我们会做一个merge schema 因为我们schema做变动了 所以它会把schema给merge进去 去做一个schema evolution的处理 所以这关就是要去做schema evolution 那这边我们也可以去加入 我们所谓的user metadata 来去解释说它到底是从哪些资料出来的 好 它写完了 我们再把相关的transgenderlog爬出来 你们看到这边多了一个version 1 对version 1 对version 1 所以呢对后面的资料处理来说 今天假设资料变动的时候 我可以用指定的version方式去做处理 这样 对 好 那 那这个就是一个delta lake在lake house 这个服务在做time travel 所以它其实会用到一个概念 一个很简单的概念这样 对 好 那再的话快速介绍一下 那这个部分我们是怎么用到我们 我现在在用的工作场景当中 其实这个架构有点复杂 对 我们前面的资料一样收进来 但是我们会透过所谓卡夫卡 好 好 那刚刚其实George好像有问到 就是说 那我schema不一样了 我要怎么再提前知道这件事情 好 这件事情我们是在前面做掉的 我们是在卡夫卡 因为卡夫卡它有所谓原生的side product 叫schema literature schema literature 它有个很重要的特点 一个叫做 forward capability 一个叫做 backward capability 也就是说 向前兼容跟向后兼容 也就是说 今天我选择向前兼容 也就是说我个producer 改schema的时候 我consumer一样就先用原本的schema 去做处理 来确保我的资料schema 是有符合我们的 兼容性的预期的 那如果是向后兼容的schema reolution 的话就是它可以确保 它是以consumer最新的schema 来做一个依据 这样 所以关于在不合法schema 我们就先按schema 去处理掉 那我们的consumer 就是用spark 的structional streaming 做处理 那处理就会进到我们的low data 就是我们的bounce zone 对 那后面一样就是会经过各个spark 的streaming 去进行我们的silver 跟golden 那在bounce silver 或者是到silver 跟golden中间 我们有做所谓的 data 央题 这边就是说 刚刚舒西前面有提到的 就是所谓的 great expectation 就是去做资料验证 比如说 是否是有空值 或者是有不合 或者type 那有没有不预期的难位 这样 对 那golden去的话 我们再去提供给各个的BU 去做各自的报表分析 或者是common 想要自己拉出去做资料处理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架构 它还有兼容什么特性 ETL 加ETL ETL 就前面这一段 我用我们data center 来掌握前面的ETL 但是ETL 的架限是说 不把transformation 丢回给各个的BU 的service common 在原本的lake house 或者在原本的lake house 去做事后的处理 所以golden区这边 会是一个ETL的概念 所以我们这个架构是具有弹性的ETL加ELT的概念 来去做一个完整性的服务 这样 这个是我们目前套用在我现在的SI group 我们在做所谓的soi slo 或者做一些anomic detection的架构的即时性的处理 好 那时间也快到了 我们来讲一下最后的future吧 recap一下 其实lake house呢 其实就是 就是它是用我们的DataLake 让它可以属存所谓各个不同的structural semitstructural unstructural data 那再来就是我们用这个方式去做分区的话 可以去确保我们的security 那再来是开用所谓的data 我们可以去控制我们的neargy 甚至做到我们的garment 甚至可以去结合到我们前面 苏喜所讲到的DataContract 也可以把它结合再进来 对 那再往上一层去做到一些应用 BI AI 整个summary就是说 它可以去做到ETL加ELT 那它也可以去做到DataCentral 跟DataMath 就是centralize 跟decentralize 那也可以做到 Ninergy跟security 这样的一个管理的应用 尤其是当你的企业规模越来越大的时候 而且你又考量到你的资料本身的隐私 跟permission的时候 其实这个架构会是一个相对是 可以参考的一个选择 那再来是它可以快速迭代一个应用程式 快速迭代一个业务需求 因为它有schemite revolution 跟一个partition revolution 根据你的analytics 我们选择你去做不同的变化 这样 好 那因为Leggerhouse 它这个水有点深 它牵扯的东西很多 那这边其实也 没办法太多时间讲那么多 那给大家一个hint 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offline交流 或是可以看一下DataCentralize 那以上是我个简单的介绍 谢谢 谢谢 谢谢Mars的分享 现场有没有什么想要提问的 就是你在那个 Export成Delta 就是那个spark的那个write write的时候 不是有的format是Delta吗 那就我对spark的理解的话 就是说你要去安装它的 它要有对应的就是那个 那个叫什么exporter 我就忘记了 那个专业名字 connecter 那这样的话 这个是一个 比如说它是Delta Lake 它是有open source的 有 它有open source 所以你就是直接安装它的 那个connecter就可以 对 它现在spark 应该说 我们刚才提到 这边顺便简单介绍一个小故事 spark的母工 spark的开发公司 就是Data Bliss 对 所以Data Bliss 它在提供的时候 其实 如果我们是用 AWS EM 或者是GCP PROC 这种open source spark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下载它的 Maven 就是Delta Lake的Maven 然后把它设定成我们connecter 就可以去转成我们的 那个Delta format 但是有个问题是 open source的Delta Lake 它有把一些future 给拔掉 它要你就是去买Data Bliss的服务 对 对 但比如说像是早期 早期一两年前 像什么reordering 你要快速的查询 或者是 Change Data Fit 这些东西都是没有开放到open source 但是现在在Delta 2.1之后 它是有把这功能开放出来的 对 所以 现在是可以用的 未来会不会继续封锁 我就不知道了 对 好 还有没有其他想要交流 喂喂 喂喂 我不会问奇怪的问题 我想请教说 我们在做这些系统后面 就很多的专案已经在做 然后我们有很多开发在做 那如果想要投入这里面的系统开发 如果除了application之外 有很多infrastructure 怎么样进入会更好 你说怎么要进入到这边的开发和设计 这些infrastructure的开发 嗯哼哼 这边的话我会分为 加入sciwork OK 我讲个人真的 通常它会有一些事先的知识 要先pick up起来 对比如说你要对分三式架构 那比如说要怎么做 HA partition vp卡 是怎么设计的 然后你的streaming是怎么运用的 batch是怎么运用的 有些事情的理论知识是要知道的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 我们Data Engineering的里面 在2019年有一个很堪生圣经的一本书 叫做DDIA 对那本书我读了三次 对我读了三次 我读了三次 我读了三次不同的笔记 最近面试都要考哪一个 我当面试工我只考哪一个 对 那个其实会帮你拱督到 你整个大数据架构里面的知识 所以你掌握那部分说 Laghouse可以掌握 Spark可以掌握 Flink可以掌握 Carsandra GreftDB这些分散式的架构 或者是K8S你也可以去掌握 只要你可以把这些东西给抽象化起来 它可以帮助你快速apply 不同的application跟应用 对 那第一个部分就是说 除了我们有这些事情的知识之外 再来就是你心中要有一个资料流的概念 对很常我们在做 我很常看过相关的资料工程 就是在写Pubberline 完全没有资料流的概念 他就说我A 我就是B 但事实上可能经过很不同的程序 他才会产生B 那到底这些程序 他的资料流的麦色应该是什么 他其实是需要培养出来的 对 他可能就他想要一步到位 但往往不会一步到位 对 所以这资料流的麦色也是需要pick up 那再来就是coding的能力 对 应该就是这样吧 对 好 谢谢Mars 书你有抽版权吗 书我有抽版权吗 你说我妈有书吗 所以Mars其实他也有写一本书 对 我也有写一本书 大家可以多参考一下 那今天谢谢Mars的跟我们分享 好 谢谢